这半个月外资一直在加大买入A股的力度 最近两个交易日流露300亿 A股因此气势如虹 连续两个大阳线 从19号开始 几乎每天都是流露的 在如此大规模的持续流露下 A股逆势大胜 那为什么外资要在这个节点爆买A股呢 我们看看最近人民币的汇率的走势 就知道 这几天人民币出现了快速的升值 汇率创下了三年多的新高 所以人民币的快速升值 热钱就加速了流露中国 外资也加大了对A股的配置 这些热钱要赚取一个汇率差 那么为了抑制热钱的加速流露 央马昨天晚上上调了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两个百分点 昨天晚上七点钟的公告 我们知道国内是在降准 但是对涉外机构 其实是提高准备金率的 说到底还是一直拟禁了 消息一出 离亚人民币汇率瞬间大幅跳水 我们看 昨天消息一出来 人民币汇率 说到底就是大幅的贬值了 一下子吃掉了两根 升值的阴线 所以羊妈动手市场反应非常热烈 那为什么要打压人民币的汇率呢 这个原因很简单 避免又被外资薅了羊毛 本轮人民币升值的周期 基本上接近了尾声 随着我们中国明年经济增速的明显放慢 以及美元的继续升值 所以明年人民币的贬值 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放任人民币继续升值 那么明年贬值压力将会更大 弄不好呢 就会像18年年初那样 被外资薅了羊毛 所以明年必然是贬值的 你愣由现在去升值的话 显然呢 这个波动太大 对于一个国家货币来说是不好 那么其实在5月份底呢 羊妈就提高了一次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这是5月31号 当时提高两个点到7% 这一次又提高两个点到9% 所以如果前这半年来呢 一直是在流露中国 A股也非常明显 所以其实呢 是一直在意志外资的流露的 那我们看 当时5月31号 当时商城指数也连续出现了大涨 结果呢 5月31号就提高了这个存款准备金率 然后随后呢 A股市场就陷入了调整 所以呢 在官方呢 监管城市不愿意看到 A股单边的行情上涨 是吧 尤其这种外资的热钱的流露 导致的行情的上涨 因为这些热钱 他们不是长钱 他们流露了 可能不需要很久就会流出 所以 涨得越多 到时候跌的就越惨 这一波呢 我们看 又是一样 连续两个大阳线又 是这个外资的热钱流露啊 引起的 所以你认为 这个监管会任由他上涨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调整的我认为 很快就会来了 所以你要看明白政策的指向 所以这是最关键 好 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